你怎么这么长的事 什么重要的事啊 再让我来你这儿 郑默 其实我有一点不明白 你完全可以以太子爷的身份来做事 那样可以更加自由地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做 可是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该干什么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在玩 没有 你这一路走来 我很清楚你都是在靠自己 而且很用心 谢谢 其实我很欣赏你这样的富二代 为你从基层做起 如果将来你接了班 肯定会经营得很好 是吗 我现在都没有这样的心心了 不是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支持你的人吗 说真的 庚子航对你的态度很奇怪 我们得防着他一点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个吧 其实我觉得 庚子航每次说的都是对的 我的确有很多失误 所以 我找不出来埋怨他的理由 他比你大那么多 经验丰富很正常 你可别被他打击了信心 而且每一个刚入职的人 都会有失误 但这种失误一旦被人利用 就是另外一回事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 其实就是想跟我抢朵朵 你就想得这么简单 那你说他针对我 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我只是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他对朵朵 更像是一个大哥哥 而不是追求着 你今天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我知道你对我印象不大好 之前做了很多事 合理不合情 我只是希望你能了解一个更真实的我 这个理由够吗 谢谢 谢谢 你最了解朵朵 你说我该怎么做她才能接受 如果郑莫只是一个小白领 朵朵会立马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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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郑莫只是一个小白领 问题是这个如果不可能存在 如果不可能存在 诶 朵朵 诶 朵朵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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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干吗 朵朵 你告诉我 特助大还是副总大 没事 不要害怕某些人的淫威 大胆说实话 谁的 特助大 谢谢 王副总 麻烦您在下班之前 把这些文件全部改吧 这么多啊 加油 算了啊 我跟你有仇啊 工作需要 朵朵 朵朵 你都看见了啊 你凭良心说 他是不是就针对我 就算我帅点 你也不至于这么抠我呀 你有这时间呢 还不赶紧改文件 朵朵 你有时间吗 要不然你帮我的吗 王副总 请您亲自动手 你绝对就是针对我 朵朵 来我办公室里头 我怎么觉得老郑气氛有点不太对啊 你叫我进来又不说话 到底什么事啊 到底什么事啊 我和思思被上层通报表扬了 就是那批热卖的酒 是好事啊 你愁眉酷脸的干什么 因为你还没跟我复合 谈工作就谈工作 你还没说话 朵朵 我是PMS总市长的儿子 是不是让你特别没有安全吧 让你去骗 回答 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 让你特别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你才选择先离开我 那要怎么样 你能改变吗 你能不是太子言吗 能 我可以不继承家业 只要店的商务部的运营进入正轨了 我就可以给家里交代 然后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找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开始属于我们俩的平安手 朵朵 我真的是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需要的人就是你 答应我好了 别再闹了 让我好好地保护你 我会给你快乐简单地成功 真的 真的 无法识 别了 可是我怎么觉得那么不真实 那么像是电影里演的 我跟你说过 无论我是谁的儿子 我还是我 你能喜欢以前的我 就没有理由放弃现在的我 我从来没有辩论 朵朵你听好了 我正末可以为你放弃一切 身份 地位 财富 只要你愿意 我什么都可以为你放弃 我什么都可以为你放弃 别再折磨我了好吗 我知道你跟思思闹是因为在乎我 我也一样在乎你 别再跟耿总和我们接触了好吗 你怎么还这么霸道 我跟你说过了 我对耿总就是妹妹对哥哥一样 可他对你不是这个样子 他对你是有企图的 你明白吗 你怎么还这么幼稚 你这样你怎么能给我安全带 我怎么又幼稚 你怎么来了 有必要那么惊讶吗 这个店是我们以前经常来的 以前我们还是姐妹 现在呢 不知道 我想把你当成姐妹 可你一直针对我 我甚至都不知道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错了 我不是针对你 我只是在努力地往上爬 权位有这么重要吗 女人总该有个寄托 甚至可以不择手段 我如果真的不择手段 忘掉过去 在我知道朕末身份的时候 就该对她下手 但是我没有 我一直在等 等你和她分手 才开始接近她 就是因为我还记得 我们曾经的姐妹情 你 我是不是还应该感谢你 不客气 这场赌局你赢不了 朕末今天引进找我复合了 她心里没有你 你笑什么 那你答应和她复合了吗 暂时还没有 朵朵 我了解你 你不可能和郑末在一起 因为你根本没有勇气 面对这个社会 这算尾言总听吗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等一下 谁 谁 谁 出来 我看见你了 出来啊 别躲了别躲了 出我出来 压力太大 换听了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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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呀 你也不说一声 吓死我了 我故意的 啊 考验一下你的胆量 三可柔 我上辈子见你的是不是 啊 我找你惹你了 让你叫他把恶毒都对你 特意给我买的 啊 我买给自己的 吃不下 就赏你了 哎 你这么晚了来公司干吗 是不是知道我加班特意来陪我了 想得美 想得美 我自己有文件没砍完 跟你半毛钱怪你都没有了 正好我饿了 谢谢啊 好香啊 你要不要再来一点 不要 其实啊 你这人还是不错的 我以前一直老认为你就是针对我 水啊 水啊 我不能吃辣了 我知道了 所以特地买了份特辣的菜 水啊 我收回我刚才那话 你就是来针对我 你剩下那部分修改文件 我已经帮你做好了 你直接拨拨过节可以了 听得懂吧 你还有什么音吗 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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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太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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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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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急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我想干什么 啊 啊我也没兴趣了 好了 不早了 我意外回家了 好了 这 吓到了 假的 假的 这张照片是假的 我弄了合成软件 刚合成的 到底想干什么啊 我现在就把这张照片 从电子邮箱发出去 你发给谁 好了 PMS华东区的公共邮箱 明天一早 整栋大楼都会看到这张照片 你疯了 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 为什么你不能和郑默在一起 看见这照片了吗 太子爷跟那个田思思 我早就觉得这田思思有问题 要不他怎么生之生那么快对吧 这就是裙带关系 郑默可真够厉害的啊 先帮上了太子爷 之后肯定发展一方分数 郑默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哎呀 你又搞什么呀 把你犯过的错误老是交代出来 我小学破坏立化 中学考试作弊 我半额不舍 行了吧 行了我这一堆事呢 别弄 别打岔 我问你 你跟田思思到底什么关系 朋友 一会儿 行啊你 睁着眼睛说家话 我跟你说啊 现在事已经出了 再瞒就没意思了 你要还在乎佐竹的话 就千万别让他看那些照片 什么照片 你还不知道 公共邮箱里边 你和田思思的暧昧照啊 我已经让整个部门 把邮件给删了 待会儿佐竹来了 坚决不许跟他说这事 不是不是 我听糊涂了 什么暧昧照啊 你真不知道啊 哥们儿 你现在已经是 暧昧门的男主角了 公司上下都传遍了 佐竹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怎么了 你今天收过电邮了吗 没有啊 你有事吗 没事没事 挺好吧 公司的通通邮箱看了吗 没有啊 有张照片你必须看一看 进来 承诺你个傻子 夏朵朵 我严重地声明 这张照片是假的 我和田思思没有拍过这张照片 其实你可以瞒住啊 为什么让我看见 为什么让我看见 我不想再骗你任何事 不管你信不信 我温馨无愧 我信 不是吧 这你不相信了 没事了 删了吧 你干吗 我拦不住我啊 我拦不住我啊 这么大的事就过去了 朵朵也太好骗了 我没骗她 我没拍过这张照片 好了 就自己人在 都是男人 都是男人 我懂 你懂个屁 我没拍过这张照片 明白明白 死不阵仗 换我我也这么做 干吗 臭男人 她生什么气啊 这女人抓着太子爷往上爬 一看就不是好女人 这田思思也不巴微 痛苦心子给淹死 肯定是有人 别有用心理放上去的 生铺太子爷的狐狸精 排着队呢 快快快 你们俩怀对了吗 不要去吧 你们俩肯定怀对了 你们俩怀对了 行行行 公司都传遍了 大家都在议论 你怎么看 有人在整正墨和田思思 没那么简单 那这是件好事啊 通知田思思十五分钟后 到办公室一趟 好 我到办公室去找她 顺便听听别人的意论 你知不知道 现在整个公司的人都在说你 我知道啊 说我是狐狸精 烂女人 还有比这更难听的 我就不告诉你了 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弄成假照片 除了败坏名声 还能得到什么好处 假照片 喝茶 刚泡好的 问你话呢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昨晚不是跟你说了吗 为了让你明白 你不可能和正墨在一起 你以为让大家怀疑你 你就能赢是吗 你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你是照片上的女主角 你会怎么样 又或者说 所有人都对你说难听的话 都是针对你的 你受得了吗 朵朵 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受不了 你放弃吧 只要你选择跟PMS的太子爷在一起 不管你们俩的关系 有多么的纯洁无瑕 都一样要面对那些流言蜚语 甚至是诽谤 诋毁 攻击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 这个女人 所有人都会认为 你是一个假装纯洁 不知廉耻的女人 为了嫁入豪门 才接近正墨的 我不是这样的人 这就是要选择跟真墨在一起 必须付出的代价 成为所有人的话题中心 这种议论和嘲笑 不会有中置 也注定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我知道你 你承受不了这一切 有点意思 只有我才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接受所有的鸣枪案件 所以只有我 才最适合正墨 你放弃吧 朵朵 不要再和我争了 离开它是你最好的选择 既然你承受不了这一切 还不如早点放手 我许你说的是对的 你愿意放手了 为什么 刚才正墨 主动把那张照片拿给我看 她对我没有任何隐瞒 那又怎么样 她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我不会让你们俩在一起的 你不爱她 你跟她在一起 只是想借着她的身份往上爬 我不会让你伤害她的 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 如果以后正墨爱上了别的女人 我会放手 但是现在 不要守在她的身边 我们的赌局还没有结束 你以为正墨会因此感激你吗 如果让她知道了这件事情 她会对你失望至极 你会说吗 赌局 赌局 你不会 如果正墨知道我们在拿她的感情打赌 她也会讨厌你的 好 赌局继续 谁也别泄露这件事情 我相信 最后肯定是我赢 我不会输的 你也是为正墨打赌局 噶 不要 我认为她懂事 俊瘾 你不就是 你不投赌 我相信 你又可以 我相信 你怎么会 你要大家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抱歉 订阅者拨打 你这文件谁打来的 测画布送过来的 奇怪了 你说不知道谁搁一纸条的里头 还有 你看这号码你认识吗 你给我发这四个 你认识啊 不认识 您有没有试着打回去 打了无人接听 不知道谁在搞的字是什么 情感赌局 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 喂 你想干吗 你说什么的 朵朵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什么意思啊 别装傻 今天下班以后 在你办公室间 夏朵朵 这回你玩大了 这回你玩大了 朵朵 你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乱发脾气 你是说 有人在提示朕末 我们之间的赌局 你别装了 这事就你我知道 没第三个人 你怀疑是我干的 用你的小脑袋 官好好想一想 我这么做 对我有什么好处 如果让朵末知道这件事情 我和他就一点机会 这个都没有 不是你 当然不是 这就有点奇怪了 这个事情还有谁知道 没别人了呀 更奇怪的是 这个人到底知道什么 为什么他只是给朵末 一个似是而非的提示 哪能是我想多了 这事不是在隐设我们 太奇怪了 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出 这人会是谁呢 应该就是公司里的人 否则也不会把手 顺到公司的文件里 紧张了朵朵 关心则乱 说实话 这场赌局我输得起 因为我是真的喜欢朵末 是真的想和他在一起 可是他从来都不属于我 但他对你那么好 你却利用他的感情 来跟我打赌我 没关系 如果你害怕 随时可以退出 我没有害怕 你确定 你这又是何必呢 只是为了跟我赌气 你把朵末的感情当做什么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对他没有感情 这只是我们的一场赌局而已 我真的有点同情郑末了 他不需要你同情 思思 我告诉你 就算我不打算跟他在一起 我也有绝对的把握 让他不离开我 你就死心吧 郑末 你们俩聊得好精彩 不是 不是 不是你听到那样的 我真没想到 不是 你 我是最傻的 不是你想的 我一直以为 你跟我一样 对感情都是认真的 我也一直以为 咱们俩只是闹别扭 情感没有变 我甚至还以为 你是傻乎乎的 所以我一直想竭尽全力地 保护你 爱护你 没想到你是个 骗子 我没有骗你 你真的误会了 行了 那我问你 你和思思是不是把我当堵住了 是 就因为我是 PMS的太子爷 然后你们谁能控制我 谁就能证明自己 不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还想把骗我 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 亲爱的你赢了这回 你彻底的赢了 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 你说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这么做 只是不需要自杀伤害你 谁伤害我 思思伤害我 思思伤害不了我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 没有人能伤害我 你听我说这么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办法再相信你 读读 我们结束了 看 你非要打这个队 我 judgments 哎 诱改啊 没办法 谁让你诱错了 不是 你讲不讲道理啊 陆头 陆头 朵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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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评定理啊 你说的有捞球 干嘛不能一次性说完啊 是吧 朵朵 朵朵你没事吧 没事啊 怎么了 怎么看你心事重重的呀 没有啊 真的没有 我刚去过人事部 这是你上次的辞职申请 我已经签过字了 从这段开始 你不是PMS的员工了 随着可以离开 朵朵 朵朵你疯了 懂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在档案上会写正常离职 你以前的处分 也不会记在档案里 这样不妨碍你找下一份工作 我只是在跟思思斗气 所以骗我 不是要真的骗你 我只是不想让思思接近你 因为她根本就不爱你 这就是你担心的 好吧 那我告诉你 你可以放心了 我不会跟思思在一起了 她也更赢不了这场赌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朵朵 我不想事情变成这样 那我问你一句 什么 你真的想过我们在一起吗 想过 真的 真的想过 咱呢 不知道 那就够了 你可以走了 出去把门带上 我 Tan 没有 知道 你 好 有蜘蛛 你 好 有蜘蛛 你 不行 好 那啤酒不会有什么事吧 这事已经跟你没关系了 再见 夏小姐 你还真要走啊 你帮我多照顾正宝一点 怎么会闹到这一步 没什么 已经这样了 我走了 我送你回家吧 我能去看看莫菲吗 行车车吧 郑主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抽检 贵公司仓库这批酒的存货 请您配合 这酒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郑主 我们一定配合 顺便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查这批酒 是有人喝了这个红酒 引起了食物中毒 郑默 你没看我们谈正事呢 朵朵会真的走了 走 我带你们去窗户 你就这么样子走吧 该走的总得走 你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他们闹 闹的是哪一处的 我知道被抛弃的感觉 我也知道 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朵朵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那个小男孩的故事吗 那个小男孩的故事吗 那个小男孩就是我 老大 有些创伤 一辈子好不了 每个人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也知道 你对张默是认真的 你很要挽回吗 我不知道 我好乱 我不想伤害他 你是不敢拿他对你的感情 来打赌的 你应该静一静 想清楚你要什么 你对他的感情 是不是值得你去冒险 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只要是我还在这儿 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你让我来 对了 我走的时候 听说质检部在长那瓶红酒 你帮着照看一下好吗 只要酒没问题 电子商务部就不会出事 正默也不会有事 正默一直在误会我们俩的关系 对不起 你怎么会光碍 我可能是会 nut 都得害他 是温 jej家 都是用他的弹汽 或者多艺人 很脑子 就是你的一种 像爬 interest的一种 我现在拍到千吗 这调查网上也停止销售了 你跟朵朵就真这么结束了 那变化也太快了 昨天是她对你爱搭不理的 今天轮到你对她一段情绝了 不是 现在年轻人啊 我真看不懂啊我 咱们以后能别再提她了吗 来真的呀 说说 到底为什么呀 那瓶酒是假酒 爸 我没事 就是想换个环境 真没事 爸 你放心 我过几天就来看你 嗯 知名企业 PMS电子商务平台 最近销售最火爆的一批美酒 爸 我有点事儿 我先挂了啊 经过质检部门的调查 已经证实了是假酒 PMS电子商务平台 因此遭受极大的动荡 记者已经在跟踪追查 怎么会这样 你能不能别抓了 见了鬼了 怎么会是假酒呢 慌什么呀 废话 这些已经闹大了 现在咱们网站上全是投诉的 就咱们卖所有货品都是假货 周末 那瓶酒有没有相关质件文件 都有啊 还有一份国外的红酒证书呢 那怎么还会是假酒呢 现在来看 这些证书应该都是假的 那就没事了 这跟咱们电子商务没关系 那是采购部的问题 咱们都是按照章程翻证的 田思思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真假文件都分辨不清吗 我看这事没这么简单 我们的红酒在网站上销售这么长时间了 舆论不会把我们置身事外的 田总 你好 我们是工商局的 根据贵方公用上成长的证识 我们现在怀疑你 跟一起假酒行贿有关 对小日子 我们先来遍 好 谢谢 好 我都做了 面前的一切 都交给你来选择 你一样的我都记得 你给的我都留着 以后的这一切 都属于时间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 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刻苦你一心过也值得了 也该放手了 我知道有些情舍不得 却又伤不得 直到今天终于成人了 只剩下自己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 自我安慰着暗点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可苦你一心过也值得了 你该放手了 我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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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不得